Doumo Agaru desu Agaru HKTVへようこそ 又到了浸梅酒的季節 今天Agaru會教大家浸梅酒 首先,梅酒的酒底 大家一定要注意 很多人會用日本的清酒 即是我們俗稱的Sake去浸 其實Sake的度數大概是11、12度左右 但度數浸出來的梅酒 其實是不可以把梅裡的汁完全可以拿出來的 所以梅酒就不太濃郁 其實真正浸梅酒需要用30度以上的酒 無論是高粱酒、中國的白米酒 或是外國的威士忌、白蘭地、蕭腸 這些都是蒸餾的酒 它就有30度以上的酒 所以浸出來的梅酒更加濃郁、光香 加上我們高度數的酒浸出來的梅酒 因為梅裡的梅汁加上冰糖 會令到酒的濃郁降低 到最後出來的梅酒的度數就不太高 所以我們今天選用了兩種酒 一種酒就是日本的蕭腸 這個有著名的補燒車 這樣就很大支 另外一種我想浸多一個風味 就是白蘭地的口味 所以今天我會帶來的這支 就是新德里出的VO 是一支比較便宜的白蘭地 但不要看少許便宜 其實它的香味都非常濃郁 另外我們準備了和歌山盛產的南高梅 那大家見一下這個 Vidikota Sari Kone 全部是原熟 全部是熟到黃色的南高梅 好 南高梅買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清洗它的時候 只需要用清水把它浸泡 然後我們用牙籤 將中間的黑色的錠 把它弄出來 然後放在通風的地方 把它完全吹乾 像現在這樣 將所有的梅吹乾 讓它不可以擁有任何的水分 然後我們講講我們的容器 我們的容器是一個玻璃的瓶 最好用一個全新的蜜蜂的玻璃瓶 而這個玻璃瓶一定要經過高溫的消毒 大家可以用溫水 將它浸泡 然後也將它吹乾 務求它是沒有水沒有油的瓶就可以了 我們一起做梅汁 好 開始之前 我們一定要記得要用酒精消毒雙手 保持雙手的清潔 然後我們會看一看我們的瓶 可能我們擔心它仍然有水分 最好消毒一下 我們會用今天的燒灼來消毒 好 我現在開開 哇 我也沒有開過這瓶酒 嘩 嘩 我聞一聞一聞 嘩 很香的 這個燒灼的味道 不過酒精味也挺濃的 好了 如何消毒呢 最簡單的就是 倒一點 倒進瓶裡 然後放在這裡 好 這個比較浪費 有點浪費的做法 因為我有很大瓶酒 大家平時可以用全瓶子濕來擦 好 譬如這樣 拌一拌它 OK 拌一拌它在邊 整個瓶 整個瓶拌一次 先試一下 好 沒問題了 這樣整個瓶就會脫水 這裡有水 好 我們消毒完容器後 就開始釀釀酒了 我們看到這裡 我準備了很多冰糖 其實我們做的做法很簡單 只需要一層莓 一層冰糖 一層莓 一層冰糖 大概去到七至八成五碗就可以了 首先我會先做這個燒灼板 我會在這裡有莓 其實很簡單 只需要放進去 好了 大概 這樣一層莓 然後一層冰糖 大概這樣 然後我們再把莓放進去 好 大家記住 未成年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喝酒 好了 準備好了一瓶莓 差不多八九成了 現在 砌好這個形狀之後 我們就把燒灼 倒上去就可以了 很簡單 好 我們現在把燒灼倒下去 哇 都用了我們大半瓶的燒灼了 好 只需要燒灼過我們的莓就可以了 如果裡面有空氣的話 就趁這個機會 然後把它搖一搖 就讓它走出來 OK 嘩 都很緊 OK 好啦 那我們呢 我們今天會做多一種口味 就是我們的白蘭底的口味 先開來聞一聞 OK 嘩 嘩 好香啊 這個大家不要小看 雖然它是一個平價的白蘭底 但其實它的香味絕對不差 是挺香的 就這樣喝也很好吃 好 我們稍後浸泡 好 我們把莓放進去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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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香 有 弥吉 人 針 剛剛好 這樣兩瓶梅酒就做好了 一瓶是日本風味的燒卓底做的梅酒 另一瓶是巴蘭底風味的梅酒 浸好的梅酒要把它放在陰涼通風的地方 不要讓陽光直曬到 大概半年之後就可以喝了 我們以這段影片做起點 一年之後我就再拍一段影片 為大家試喝這兩瓶自己親手釀造的 藍光梅酒和藍光梅巴蘭底的酒 好了 正燈的梅怎麼辦呢? 正燈的梅我會稍後教大家做另一件事 就是用鹽去織這個梅 變成鹽織梅 在我們料理上或是做飯糰上都很有用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可以請訂閱我的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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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